好 這個呢 我把我的心得也稍微分享一下 事實上 我用OneNote的時間大概是兩年多 兩年多而已 那但是呢 其實真的我有看到很多同學的改變 很多同學的改變 那當然不可否認的 確實中間OneNote也有曾經出過一些狀況 可是後來其實就都很OK了 所以呢 我有把那些情形呢 把那段歷史留下來 那事實上呢 我們最重要的是以前我剛開始都是以學校的為主 以學校為主 事實上我學校的資料也很多 在學校部分的資料也很多 而且呢 我還到每個地方我都會去用所謂的協作平台 那協作平台也順便跟老師分享一下 剛好最近協作平台有改版 會比較不一樣 你看我在學校課程的一個介紹 除了有這些內容 比較文字性的內容以外 我們還會把什麼 以前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你選修課程的時候 你都只看大綱而已對不對 那我都把我們上課的這些會做的哪些範例 我就通通都放在裡面 而且他可以自己點開來看 像這樣可以直接點開來看 那這些其實就跟OneNote基本的使用方式一樣 跟什麼結合 跟雲端一點點結合 對吧 他可以很清楚知道說我們上課會用到哪些 而且不只這樣子 我們上課錄影片 他喜歡看哪一年的 就自己點進去看 因為我都有公佈上去 所以對同學來講 他很清楚我們上課的方法 會學到什麼東西 這樣子再來選的話 是會比較甘願一點 所以這個是我們現在 我上課以前的方法會像這樣 那哪一段就像這樣放在裡面 那麼這個是比較介紹的 可是呢其實我後來呢搭配OneNote之後 其實能夠做的事情就更多 能夠做的事情更多 比如說你看 我已經就是課程完整一點有上完了 有上完了 其實對同學來講 對老師而言 因為老師都備課過的對不對 你每次上課確實都要備課嘛 可是你備課的時間 如果每年都重來一次 有時候還是蠻辛苦的 那我給你們看一下 我在這一邊 現在呢我自己的群組 好像有八十幾個 不多啦齁 哈哈哈哈 就是每一個演習我會有一個 那學校本身的會像這樣 就有一個 那我的任務裡面呢 其實是有分比較多 因為是完整的學念 我覺得我分上學期的 然後呢還有下學期的 所以我每一堂課上什麼內容 通通都放在裡面 同學一打開他隨時可以看 好隨時可以看齁 那像這樣子呢 我都會把 假設我們這個禮拜 是第八週的資料 我就會把 現在的就把它放在最上面 所以同學不需要自己下去找 他就會浮在最上面齁 這叫置頂的功能 置頂的功能 他會把直接放在上面 所以同學要看就相對比較方便 那我給您看一下 我每個禮拜呢 比如說我們看第三週 第四週 要幾秒鐘 那就把他甩出去好危險 稍稍看 那還有老師說 一人都放在一起很重要 我看一下這裡 往下 往下走 在這邊 我都會請同學 可以預習有沒有 像這樣 預習 那我會把我之前的影片 就放在裡面 所以他們可以隨時回去看 以前的我 因為以前我教他 那上課我們要錄一次 所以你會發現像這樣子 我每上完一次課 我就會把 影片就公告在上面 所以同學如果不會的 回去他就自己再預習一次 等於說 課前有預習 課中有練習 課後又能夠怎麼樣 再複習 這樣就可以達到三次的一個 練習的目的 所以同學相對來講 他對這個印象會比較深刻 印象會比較深刻 那你很明顯發現 我會放好多地方 放好多地方 所以比較方便 那同學有的問題 我會把 就是 有什麼問題 如果我現場沒辦法解決的 我就帶回家 通常這種影片 我都不會讓同學怎麼樣 吃隔夜菜 當天上完 就出去了 其實這些資料就整理 給同學了 所以如果他技術性缺課有沒有 不小心沒來 不小心沒來吧 至少也知道我們今天是上什麼內容 然後呢 上的那些過程 這些教材 檔案通通都在上面 所以同學自己有需要 就可以自己回去看 所以這個是我在OneNote這邊呢 其實使用的一個方法 那麼我們往下看喔 最後呢我把往下走一下 這個呢 我也都會做調查 也都會做調查 調查看看同學對於我們上課的方法 然後呢 這個平台的使用的滿意度的情形 同學其實有很多回饋 點進去呢 可以看到更多 你會發現說 其實很好玩 因為你還明顯會看到同學 不一樣的 因為他喜歡上你的課的時候 他會比較甘願一點 比較甘願付出他的時間 去學習東西 好 OK啦 這個是 跟老師稍微簡單分享一下的